今天和大家介紹的是 Leica 50mm 二光圈第二代 Widget Hello 大家好 我是 M&K Camera 的Frankie 這次和大家介紹的是 Leica 50mm 二光圈的鏡頭 這支是第二代 因為第一代有一個伸縮的鏡頭 可以抽拉出來 當你不用的時候可以縮下去 用的時候可以拔出來 而這支是第二代 那就是鏡頭 不會拔到也不會縮到 所以Leica fans 後來就叫了這支鏡頭 叫做Widget 你可以譯作它做鏡頭 即是一個鏡頭不能動 這個鏡頭是從1956年到1968年出產的 絕大部份是銀色的 只是很少量很少量 當時估計是給記者用的 因為方便在街上拍攝的時候 會不會太惹人注目 所以特意做了一些黑色的 現在就是價值不菲 因為產量非常少 物以罕為貴 而大部份是銀色的 其實它還分了兩期 叫做Type 1 和Type 2 現在看到這個 這個菠蘿釘是比較密集的 這個是Type 1 還有一支是梳D 那一支是Type 2 至於光學方面 其實大家兩者都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外觀有點不同 而這支都是因為早期的設計 都是有一個叫做Infinity Lock的鎖 當你拍攝的時候 要按一按 是解鎖 解了之後 之後就不用再按一按 最近對焦是因為這是早期的設計 最近對焦是1米的 與此同時 這支Widget有一個孖生兄弟的 這支孖生兄弟 其實我們稱之為Dial Range 即是有兩個對焦的距離 因為當時Range Fighter 最近對焦 你剛才我說過 就是最近對焦1米 有時拍攝比較近的時候 是會做不到的 而這一支是有兩段的距離 第一段是由大約1米 去到無限遠的距離 而另一段是由大約0.9米 去到0.5米再過一點 相對來說Range Fighter 是對得比較近一點的 那當這個眼鏡是怎樣用呢 這個眼鏡是當你拍攝近的一段的時候 即是說0.9米去到0.5米的範圍的時候 你是需要戴著眼鏡去對待 如果你是用一個無限遠的時候 是不需要用這個眼鏡的了 那就可以拆掉它出來 對待這個無限遠的距離 這個時候就跟普通Widget的用法是一樣的 一樣是要注意的 因為這支鏡頭的後組會比較長 當它拍攝無限遠過一段範圍的時候 變成會用在Phylm機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是用在數碼機 因為數碼機的內容會比較窄 變成有機會頂到鏡頭的後組 變成一般Range Finder的數碼機是不可以用的 但例如SL是用到的沒問題的 而且這個會對得比較近 如果配合微距環就更加近上加近了 這支DR或Widget 始終是一個比較老鏡的設計 當它全開光圈的時候 就比較舒服 當它收到2.8mm的時候 開始的東西就會比較細緻 當它扭到5.6mm的時候 整體畫面就非常細緻 而且是紮實的 一支鏡頭有不同的感受 其實都是一些老鏡的特色 至於拍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我跟大家去看看 這支鏡頭的效果 大家都看過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關於這支鏡頭的效果 你可以親身來我們尖沙咀 或者是旺角的門市 其實我們不時都會搞一些攝影的活動 你留意我們的Facebook 或者是YouTube 都可以看到我們會有些介紹 如果你有興趣參加的話 歡迎你PM留言給我們 如果你欣賞我們的影片 希望你給我一個Like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期再見 拜拜